愛 小四哥有去楊明山看過猴子嗎 楊明山沒看過猴子有看過牛而已 你说是哪一种猴子 以前阳明山的停车场是 是另外一种的 就是那边不是会停车吗 晚上去啊 然后就要用手电筒照前档 然后人要在侧面的玻璃 然后按下去 然后你就会看到两个人惊慌失措 看着前档 然后你在旁边看得很开心 大概看过这 你是说这种猴子吗 你是说停车场那种猴子吗 还是之前新闻说的那种 小师觉现在当业务下班后的应酬贪 都不去拔暖可以吗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不公平 我是不拔暖的 因为我觉得要做一个生意 还要拔暖好累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 也许来 没有其实不能这样讲 我换一个方式讲 这是很多 众多做生意方式当中 其中的一种 然后呢 比如说像有一些 跟大家分享 车行有没有 你看那么多车行老板 为什么大家车行都不会倒 你会觉得说 奇怪 他们到底哪来那么多客人 路上那么多车行 他们都怎么赚钱 我跟你讲有几种 有一种就是 他下班后跟一些这个同业啊 新车的业务朋友们 拔暖 以后大家有这个 二手车互通有 对不对 拔暖 喝热酒 沾酒店 有的没的 这是一派嘛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派就是什么 参加一些什么浮轮社啊 有的没的 什么会 清商会 什么会 有没有 认识 结交认识很多各行各业的老板 对不对 大家都是在同一个会里面的 哎 我 不好意思我做业务车的 这也是另外一种拔暖嘛 对不对 那就有一些生意可以做啊 还有像是有一些就是这个 参加一些哦 比如说这个球队啊 高尔夫球队啊 什么什么什么球队啊 还什么社团啊 对不对 也是可以多认识人的一些方法嘛 对不对 还有一些 可能他把他的这个买卖设计成像直销一样的也有啊 他有培养了很多下限嘛 对不对 这些下限就撒出去帮他 只要他周遭有同事 他是各行各业的下限哦 那些可能他们都有正职啊 这个在贸易公司上班 这个在银行上班 都是他的下限 然后这些下限的周围 如果这个听到有同事 要这个买卖中古车 他就甘了啊 对不对 我就准备高额奖金给他 百万年薪不是梦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方法啊 我相信各行各也是这样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改车胚车啊 跑北宜 晚上纠团了啦 跑北宜了啦 有没有 他自己是一个 卖二手车的啊 他就跟 跟人家出去胚车啊 或者是加入一大堆汽车社团啊 什么 po到那个社团拍 抓 重庆北路抓 杨明山抓 哪里抓 抓来抓去不知道你抓三小的有吗 就侵入 深入这种社团 或者是认识 结交一大堆这个 对车有兴趣的好友 周围 有要买卖车 对不对 他也是可以 餐米咖 对不对 摸一下摸一下 我好你甘知道 类似这种感觉 反正就是 各行各业有各种 这个 那当然有些就是像 我们最常在分享的 然后可能他就是用 一些行销的手法 大概就是这样啊 很多啦 我只是其中一种嘛 我的其中一种就是 我自己 开直播啊 拍影片啊 行销啊 行销我们公司啊 行销我们自己啊 所以我选择这种 不用应酬 不用出去跟人家拌暖 我跟我的观众朋友们拌暖 大概我选择就这种方法嘛 对不对啊 就是每个做生意的方法都不一样 小师哥会出世代马三试驾吗 世代马三只有 拍过一片孤车的啦 那片点运率还蛮高 好像六七十万 然后那一部片孤车 有大概出去试一下 但是我就觉得 感觉 好像 马三这个系列之后 跟CX3什么 那个相似度都很接近 所以我就没有再拍了 目前K7雅各空间有点不够 放轮椅行 因为有什么车款 后门开度大 座椅不要太高 后车厢放完轮椅 希望还有空间可以放行 你看你的那个啊 预算啊 你如果要便宜一点 你就要买一些五门先备车啊 WISH啊 或者是LIVINA啊 这种的啊 怎么让车内的皮衣味不那么重 方向会有用 我觉得没什么用 那个就是尽量 一段时间 就跟家里的那个 刷完油漆一样 吹吹风 多吹吹风 就好了 好不好 想是比较少卖Lazos的车吗 对啊 因为Lazos车很贵 不是Lazos车 我们坦白说 我认真讲 第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卖向原厂那么高价 所以我们收 也很难收得比原厂高价 那Lazos Toyota这种车款的车主 都妈超铁 他们都一定都妈去原厂Google 有时候会很难 很难买得到这个车啦 坦白说啦 亲戚说修备 想是细阳产业 未来电动车 电动车有变修理哦 我觉得不会 是细阳产业 就算现在小朋友20岁刚出社会 不要说啊 现在高中还在念气修科 我上次去南港高工演讲 这些小朋友们 我觉得在他们有生之年 我觉得修车都还会在 K11报废了 没有触媒还可以从报废厂拿回多少钱 我们知道啊 这个每间报价不一样 你要一间间问 每一间价钱不一样 看你不懂就随便乱开 每个限制二手车交易差很多吗 现在没有 现在还好 我觉得差没有很多 但是有 现在还有一点就是中南部 坦白说中南部的Toyota 还是会稍微贵一点 那我怎么知道 因为中南部上来台北 少Toyota价钱都不错 他们收回去 已经被其他市场赚一手 他们回去还能卖 就代表应该中南部 Toyota价格还是不错的 小师哥结婚照超帅 人家都想说 那个是不是批的 那个很久了 那个十几年前 三十回而已 那时候是他青春的肉体 现在是他妈坚强的技术 不一样 小师哥请问你们店内的车款 只有网页上下那些吗 对 就是以我们目前网页 都是以网页上 FB上面为主 因为为什么 不敢开放现场其他车款选择 因为怕 很多没育业的跑来看 我希望尽量就是 我们有出现 你要的车你再来 如果只想一生跟你走 为什么要唱 只想一生 我刚讲什么 我妈唱歌歌忘了 请问加带旅圈油耗会增加吗 如果你的总直径有增加 你的宽度有增加 接地面积有增加 那油耗就会增加 所有轮胎都能加大差别很大吗 蛮大的啊 你如果要换到紧绷差别蛮大的啊 所有轮胎都能换可以啊 可是你要你的轮壶塞得下 你不要大到一转弯就卡到轮壶 也不行啊 前挡油膜可以拿厨房去油清洁技处理吗 我觉得可以啊 但是我怕你去油去太强 你到时候雨刷变成跳 小赤哥刚刚看到Core Plus安装新卡 真的有那么多好处吗 对啊 我讲尤其老车点火线圈的主抗值 真的差有差有感 以前我们常常在玩老车 以前的车子的构造电脑化 没有那么 电子仪器的主抗都没有那么低 所以那个车那时候 那个年代车只要做个接地线 然后只要做个这个换个 加强的点火线圈 那个都是油感升级 CP值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升级 就你花钱就几千块而已 但是你一做完就是油感 大灯就是变亮 油门就是变轻快 就是变更省油 大概约莫10年以上的车子 大部分做一些小更动都有感觉 可是现在车子因为科技也进步了 所以所有电子零件主抗其实普遍都已经压低了 再加上现在电脑化揭入 加上现在的这个电流系统 电池电瓶的系统都比较稳定了 所以其实反而月薪的车 我觉得反倒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我爸爸想换一台中午车改成露营车有什么建议吗 中午车改露营车很有限 就那几种车而已 德利卡就可以改 有人用福斯的T级T级去改 其实就是看你的预算 也没有什么建议 我是建议去买Costco的那个 然后拖在后面就好了 Costco的200几万那有没有 后面拖车沟做的拖出去就好了 屁股 都不用露营了 那一台只要开到那边插底下 我跟讲全场你最屌 听说那个露营很多也是在比装备的 你知道吗 比佩佩的 车子很少开机油没到保養里程 但是超过一年 不行啦 你半年就要换了 我跟你讲 车子没开 里程没到 半年就要换了啦 小日哥建议写晶片或外挂吗 我是不会写啦 因为我觉得那个 我有听过一些不好的案例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 而且你如果越新的车 你还要牵涉到保固的问题 我就觉得 对那个不是很有兴趣啦 有机会拍CRV吗 这很多人问耶 可是我对那个车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感觉 看有没有机会啦 拍到没车拍我就拍啊 最近看到非常多交通意外视频 SUV都被撞很容易翻过来 觉得SUV重心偏高蛮危险 你个人觉得呢 一定的啊 一定的啦 对啊 车重心高一定是会比较危险 像其实前一代的GIMI很会翻车 你们知道 前一代的GIMI去做那个迷路测试啊 我忘记时速几公里 那一下就翻了 那个真的设计上面有 有一点点 没有考虑那么多 小日哥是不是真的很爱 ZF8速变速箱 对啊 会比賓氏9速变速好 我没有喜欢賓氏的变速箱过 賓氏的变速箱 我觉得开起来偏 稳重 少了一点点那种 日野服的那个巴速的那种滑溜感 边代表那个巴速真的它不管进退档 我觉得那个整个滑顺感是很舒服的 最近晶片缺车中午车相对比较保值 我过完年回来看目前看起来二手车价 因为今天刚好有拍卖线上拍卖 那线上拍卖我不一定是去买车 去上面可以观察市场的价格变化 那目前今天依我今天观察起来价格 还是 居高不下的 运动套装什么时候开卖 我们现在还在 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运动套装 因为他有size的问题 你知道吗 你看他有裤子 那我们忽略到 有人上半身跟下半身size不一样 上半身有人L 下半身只有S 有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很犹豫 我们要怎么卖 我当然 对我们来讲 我们制造生产出来 L的就整套L的买走 M的你就整套M的买走 问题来了 还是有人A的比较大 上头比较散 有没有有这种的 西洋梨 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卖该怎么生产 然后我又不想用预购的 我们万一生产出来以后 然后 一定会剩上L的裤子 配M的衣服什么 因为大家都 上下 分开买的时候 我那个数量就对不准 有人只买衣服 有人只买裤子 然后我那个很难 我们研究这个研究好久了 然后你叫我开预购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不太喜欢预购 因为我有人急性质 你知道吗 我是那种属于我 下标买东西 我就很想快拿到 所以我 之前 开过几次预购 让大家等那个货 大家一直问说 小诗哥帽子来了没 小诗哥方向片来了没 你开预购要让人家等 然后一直在追问你 我也很不好意思 这就是这样 所以 你看像这次这个帽子 我就偏向于什么 我都不预购了 我就生产出来 我就是做多少顶 卖完就算了 买不到就不要改了 没有就没有了 对不对 卖不完我拿来抽奖送人家 我也没关系 我是这种想法 可是帽子简单 衣服就困难 开预购对我来讲是最好的 我不用压本钱 你知道我先收钱 有多少我们做多少 我坦白说 对我来讲是 比较有利的 可是我又觉得说 预购了 到时候在那边等 等个一个月 所以这个也是很头痛 开预购是不是在嘴馆场 之前等馆场衣服 等超过三个月 夏天定冬天来 不是馆场那个数量太多了 不是我在嘴他 他真的是 粉丝太多 他卖太好 而且 以他的数量更可怕 你看我久久做一个东西 我做出来都要压成本 馆场成本压起来是更可怕 所以我觉得 他有他固定的群众 大家愿意等 我觉得就OK 买买 材人送的 你就是要等 你不要等就不要买 但是他那个本钱太多 因为商品太多了 你要每一个都叫他先做 他不是没有钱 他有 可是那个真的不划算 有时候一个东西真的 才赚你 好比如说一两百块 假设 然后他妈 1000块的东西 赚200块 你做1000件 你要压多少钱 在那边 然后他妈的 他有30样商品 那里多少钱 贪的钱 付利息就不够 付利息都不够 所以他 没有办法一定要开预购 小诗哥嘴CHR太晃 但之前也嘴过C33 你这价位的CUV就这样 就是晃啊 我管他这价位 这价位的CUV就晃 就是晃啊 不对吗 难道 我要去讲说 因为这价位的CUV都是这样晃 所以他这样 他可以这样晃 他允许他 我也没有不允许 晃就晃 你喜欢就好啦 对不对 这价钱的CUV都晃 你知道就好了 你也只能晃了 难道因为 这价位 所以他就不晃了 没有还是晃啊 大家一起晃来晃去 就跟其实 不管 休旅车在怎么做 SUV在怎么做 一定都会晃 宾室啊 什么都一样 不可能不晃 你车高就是一个罩门 那你要把晃表达出来 想买这个车的人才会知道 我买这个车会晃 对啊 你不能说 这价位你要买这个就一定会晃 所以就是正常的 不对啊 他如果没有办法接受 他就去买轿车 就不会晃了 请教师哥日产 维修利服的进度如何 干我想把他丢掉了 我觉得好烦 苏巴路有挨赛的 前党莫不宜在高速公路 被落实弹起 打破一小脚 没有伤到板筋 更换后会不会影响二手车架 不会啊 前党还好 只要不是事故的应该还好 苏巴路的车好痒吗 你如果跟国产车比当然 不好养啊 你如果跟进口车比 我觉得还算不错了啦 你如果跟欧洲车来比 我觉得算不错 自己兄弟老婆硬要换系列学玩 买完当月跑 五峰露营 下三眉好小 直接半路直停 然后老婆下车去吐喷泉 我没想要说 真的 反正我是觉得 这个 你不管什么车啦 你自己喜欢就好了 真的 我记得我影片也有说啊 我说这是很主观的 我不喜欢代表你 不代表你 你不能 喜欢啊奇怪 晕不晕跟驾驶有关系也有关系 还有跟体质也有关系啊 对不对 有些人体质就是妈容易晕车的 女生这样撒嬌一下 我跟你讲 我是因为这个家境清寒 所以才来上班 我等一下还敢去上课 然后妈妈认识几下 对不对 说我弟弟都要坐轮椅 他小儿麻痺 我奶奶卧病在床 最近心情不好需要20万 怎么我没有办法 你就晕船了 有人容易晕嘛 你懂吗 女生那一两下你就晕了 对不对 像我这种体质 女生在我面前 脱光光 我也不会晕啊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 吃奶杀手 吃懂会买GR压力石吗 我本来对那个车没兴趣 然后 我后来看很多人把他吹捧的上天了 我就有点兴趣了 第一次跟直播想知道小池哥对卡拉克户的评价 我一直想买一台试看看还没机会买到 有买到再跟大家分享 小池哥你觉得Feed是买汽油版会很傻吗 我跟你讲早买的很傻 我坦白不是很傻啦 早买早享受嘛 对不对 是早买的很吃亏啦 因为他后面油电板上的时候 其实你买汽油还是可以买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汽油便宜很多 至于多少钱我就不要跟人家透露 可是真的其实你 你虽然看账面上的价差没几万 可是事实上当中的扣打 汽油的折扣蛮大的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买的啦 坦白说我觉得还是可以买的啦 近期三个月会是20万的新手 上架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坦白说 还有因为现在我的车的上架不在我手上掌握 现在都是交给下面的人在 我只负责车子的检查进出的测试 跟这个后勤服务跟管理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排程 会有什么车上来 这个可能我这样讲会不会很不负责 我身为一个车行的老板竟然跟你讲说我不知道 会不会有你需求的车上来 真的 我也真的是不知道 车太多 事情太多 所以整个排程上面我们 我为什么请 人越来越多 就是我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分工好 甚至有 有人他只负责 帮车拍照而已 帮我们每个礼拜上架的车辆拍照 他就是一个职位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职位细分清楚 所以 每个人负责的东西不一样 那我负责的就是 管理嘛 跟售后服务 跟这个行销 还有车辆 能不能上架贩售的一个决定权 在我这边 请问原厂登具Yumi 摩玻璃建议花三到四千 打磨吗 可以啊可以打磨啊 没有 你要看啊 你看有些Toyota登具一颗 两三千块 你就换新的就好了啊 大部分会打磨的 通常都是进口车会比较多 因为进口车现在的登具很贵 你包含马三的登具其实都不便宜 苏霸路登具也不便宜 所以你可能要先去查一下你的车的 新的登具的价格 再决定要不要花这个钱 小四块买 Challenge Challenge 遇到我就买 我很想买 买什么野马 满街都是 开野马 贴红线 塞一台Challenge ST Worgen的Focus 二手车一直居高不下吗 目前看起来因为数量没那么多 所以价格应该还不错 没有 防撞缸两额车能买吗 你不会因为一个防撞缸两额决定 要不要买一台车吧 我是不会啦 就像你会因为 一个女生放屁比较大声 然后就 不跟他在一起吗 这样比例很奇怪吗 其实要看你在不在意那个东西嘛 对不对 或是有些女生这个 屁股比较大 你因为他屁股比较大你不跟他在一起 你忽略掉 你不在意他其他 他脸蛋很棒 他内涵很好 长得很漂亮 很有气质 你都不管 就因为他屁股大 就不跟他在一起 有的人会 我相信有人会 有的人不会 所以你问我说后防撞缸两额有没有会不会买 这不能这样子讲 最近科匹都没有更新影片 你是说实作的影片吗 没有那么多实作 很忙啊 因为还有工艺车影片也要跟着上 所以就是要穿叉 要穿叉 因为科匹他要负责 服务客人卖车赚钱 对不对 所以他 我也不能逼他拍片 拍片没钱赚 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叫科匹叫泰山拍片 他们没有多钱 他们没有多出钱来 科匹不要拍他照原本的 他就在那边卖车服务客人他赚比较多啊 那你要拍片他叫他抽出时间他反而 就没钱赚 他没办法接客人 泰山也一样啊 可是他片就剪不完 所以这个科匹他不是主力说每天都 在想要拍什么片还有其他事要做 我老婆说小师你可以发展车子周边商品不要卖服饰 我喜欢他因为我喜欢买衣服 车子周边商品我觉得我倒觉得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一大堆人在做 你今天你要买一个手机支架 一大堆 对不对你要买一个行车记录器 一大堆 对不对例如我们的干爹 阿刷Dash 现在跳出来了 最赞的 广角镜头的 拉50米镜头的 赞 要买 还有 白润 我跟你说白润这是跟我们这个卖我们 车子 卖我们车子客人 公司的 专门 他们专门在做健身器材 我相信你们一定有看过 可调式的雅铃 你只要买一个雅铃你就可以调各种重量 在家你可以 这个防疫期间 减肥 变壮 对不对 买回来自己在家就可以 举一下了 对不对 阿圣帕斯 我们的干爹 在今天的 Cold Plus 影片里面也帮我们很多 其实他在我们很多影片都帮助我们很多 那个东西刚才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东西是真的是有感 有感升级 我想尿尿 老马娘 可以回答你们问题 我去尿尿 哈啰 大家好 好害羞喔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我刚带汪汪下来 放在这里 这里 汪汪最近 肾脏不好 情人节要到了 本娘跟小丝有什么计划吗 没有耶 我们已经是那个 老夫老妻了 喔对 而且我们最近要搬家 所以 应该没有时间 小丝是不是也是3公分 应该不是吧 所以之后我们那个搬新家的那个影片 会在那个老师与小乔的频道里面出现 耶你回来了 怎样 撑不下去了 对我要撑不下去了 怎样 3公分 妈的 我不在就在问这种东西 是不是 汪汪 来汪汪 你们刚才有给大家 你有给大家看汪汪吗 他那个已经被宣判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 他已经那个胜衰竭了 礼拜一去看医生的时候已经说 顶多一年是不是 他们是不是讲顶多一年 没有啦 医生没有说啦 这 之前是真的开玩笑 这次是真的 看一次少一次 是 好不好 不过你看他现在有 看他好像还有精神这样 那我在打算说 他这个 这些时间里面要不要 我想 我想要做一个计划 就是带他去 找一下他以前看过他的朋友们 一个一个去拜访 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样好像对人家情绪勒索 你知道 我的朋友想说 你狗要死了 你还特地跑来 跟我家 你是要拿白包是不是 靠北 这样好像也是情绪勒索到人家 小诗哥为什么要炒赢板娘 没有输赢 我跟你讲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老公老婆男女朋友吵架 绝对没有所谓的输赢 当你有输赢的想法你就错了 你去外面吵架有输赢OK 跟你自己的老婆跟自己的女朋友吵架 怎么 会有输赢 我问你 你就算你吵赢他了 你还是输啊 对不对 你赢了你 你输了什么 对不对 三天他不让你碰 五天不让你碰他 你赢了吗 输了你 赢了世界又如何 你曾渴望的梦 这首歌就能 具现出我讲这句话的意义 反正你那天还是吵赢了 输了你 你那天还是吵赢了 你的世界却依然如此 冷清 除了你 今天分享两个案例 上个礼拜有人问说 小诗哥如果我买车 我跟你 我买一台二手车 我跟你买车 那我如果换颜色的话 你会建议吗 那他的问题 只有这样而已 但是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 车子改颜色 到底好不好 你们常常看我在 整体车的时候改颜色 那你要注意到 其实通常 我们在整体台车的时候 都是 在一个比如说 漆面状况 已经很不好了 例如说我们 今天影片的 Core Plus 之前的Yaris 甚至之前有 马三 阿呆的Focus 第一个车已经 有一个年纪了 那我们希望 赋予他一个新的生命 换换口味 那他的残值也没那么高了 那我觉得换颜色是一种 打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那种感觉 你的车已经 满身伤痕了 然后你想要全 全车烤漆了 然后你去改一个颜色 我觉得可以换换口味 但是 当那台车是进口车 单价很高 或是他只是一年两年的 中古车 那 很少 当他残值还高的时候 会去改颜色 我们就不太会去做这件事 所以你会发现 比如说像 我之前不是买了Panamera 为什么我那一次用贴膜的 因为他 还是属于高单价的车 他卖出来还是要 破百万 所以 你去把他改的这个颜色 对于这种 高级车来讲的话 他会显得 有点粗糙 因为毕竟改颜色 你要拆掉很多的配件 然后你要这个考验这个师傅 帮你改色烤漆的技术 跟他耐心的程度 所以其实他 会衍生出比较多的问题 所以一般高单价的车 我们就 比较不建议去做这事情 所以那时候 我就选择用贴膜的方式 我觉得会比较理想一点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既然你车还没买 的状况之下 我倒觉得说 我其实是不建议的 你喜欢白色 那你就去找 比如说你喜欢 你要买一台喜美 你就去找一台白色的喜美 去买就好了 你不要去买一台 你不喜欢的黑色 回来才想要改成白色 那我觉得那个就 因为你既然还没买 就慢慢挑 那你除非你真的 蛮急切 急迫的 想要买这台车 但是你市场都找不到 你要颜色 那就另当别论 那你自己去 评估有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通常 如果你买回来车 原本车期就还不错 我都建议说 你先开嘛 你就 像有些客人说 小事你这focus 我真的在你这边 我要等一台蓝色focus 等不到 那我只好先买黑的 可是我给你的车漆也不错 那你黑的先开嘛 你开个一年 开个两年 他真的有一些伤痕 你再去把它改成你要 的颜色 不然浪费这漂亮的车漆 而且 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的车就是一定要什么颜色 我就是不想撑 这一两年黑色 我就要蓝的 有这种人 但比较少 真的比较少 我真的也有遇过说 车只要 一跟我买车 就请我 马上帮他改颜色 我给他车 小四哥那个颜色很漂亮 我记得是一台Volvo的吧 整台车漆都很漂亮 他也是坚持说 小四哥我买了 我就要改色 立马改 改好才交车 也是有这样的客人 但我坦白说是少数 因为我们都会建议 不要去多花这笔钱 不然你要 给我钱 帮你烤漆 我当然OK 只是 可是我觉得说这样 有时候有点浪费 你不如先 跟他培养一下感情 适应他一下 使用一下 然后过一阵子 真的车子有些伤痕 再一次去 改就好了 再分享一个 是这个 有一个人 他有一台车子 那他可能变速箱坏掉 就说他 车子这个 冷车的时候 露挡会有撞击声 因为这个 车主搬家了 所以就没有去 细嫩的修理厂 在那边 修 然后就去 家人介绍的修理厂 修 那去了之后呢 修理厂跟他讲说 就跟他讲说 这个变速箱 维修是3万块 他就跟修理厂说 好要修 过了两天呢 修理厂跟他讲说 我看错了啦 你这个是这个 五速的变速箱 不是四速的 所以要加价1万2 本来3万变4万2 然后这时候车主就觉得说 你怎么这样子又加 他就不太想修了 而且他在外面问 再问了几间 后来发现人家 只要3万8 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跟他 后来 瞧一瞧 他就跟他说 那我不修了 我去别人修 因为你这样加价 我不能接受 然后修理厂就说 那你 因为那个引擎 变速箱都已经被我拆了 所以你复原的话要7000 然后车要拖走要3000 然后结果他就去现场看 然后车真的是已经被拆空了 之后呢 他就觉得说 这样不划算 那干脆我把 我这台车报废掉 不要修了 后来那个 修理厂说 那你要报废要先复原1万块 我才要让你报废 然后他最终的处理状况就是 花1万块 请把他拆掉的修理厂恢复完之后 他的车再拖去报废 大概就这样 他写给我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案例在修车界很多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一种就是 你在高速公路已经撞到了 然后被某一些 比较不好的拖掉车 拖去一个 你不认识的厂商 也会常发生这些事情 见面就是这个 公道价8万1 对不对 换刹车皮先拆坐垫 这种概念 车到现场 肥羊来了 你引擎要大修 变速箱坏了 这种动辄都是数万块到十几万的这种修复 或者是你车撞到了 对不对 动辄都几十万六位数的这种修复 这个时候就有肉可以吃了 有肉可以吃的时候 二话不说 先把车拆光再说 怎么说 就像你这个状况 你出去比价 比完了 你说你不在这边修了 OK啊 要付元 加价 1万 检测费 我真的要工资啊 我真的有做事情 我把你拆开了 那付元 好你车要拖走 去别的地方就OK 你觉得我贵OK啊 付1万块 再加1万 付2万块 我帮你付元 你才可以走啊 对不对 不然我是做白工的 那你不付元 你就这样车拖走 有没有少零件 你怎么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你说那你不用付元 我直接拖走 你怎么知道零件有没有被藏起来 有没有缺零件 你怎么知道 像有一些 他在高速货物车头 撞到了 结果拖下去也是一样啊 先分解 先拆引擎 你只是车头撞到引擎没怎样 他也是把引擎分解啊 因为一分解完 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不管你修或不修我都有钱赚嘛 以前我帮客人 处理过几件这事情 也是 他说他去他家的 巷口 然后他想说 有一次他的车 好像温度过高 引擎受损了 然后他就去他家巷口的修理厂修 结果他家巷口修理厂也是去 然后就拆掉 拆掉以后跟他讲说 这个引擎要修8万 他说啊 我的车残值都没有8万 这引擎要8万 那我不修 他说不修要检测费 什么妈的1万 复原要再加5000 那后来 客人找到我们这边来 请我们帮忙 那当然我们 我们就用同业的身份 大概去 这个 跟他好好谈一下 喬一下 但是我是跟 客人讲 我说这个价钱 可能可以帮你减 减免 可是你不能不给他 就最后我印象那一个案例 好像给了3000吧 给他补贴一个工资3000块 我说你也不用复原 东西不要少就好了 我只是在帮客人来 跟你喬一下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知道你也是要赚钱 你只要确保 你引擎拆开 所有东西都留给我 那我拖车 我叫人家去拖走 所以他那个车拖到 我的修理厂的时候是 引擎是散开的 然后我的修理厂在 一样一样 修理检查 再把它装回去 其实以前我们还是遇过 类似这样子的 遇过这样的事情 很多啦 好吧 反正这个跟大家分享啦 有时候我也常会跟大家分享说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跟小事汽车买车 不管保固期内或保固期外 即使过了保固期 我们也是能够 服务客人说 你在外面不要遇到 这种事情 车一旦有任何的问题 不管你买了两年 买了三年 买了五年 小事没倒 你都可以 继续来问我们说 我现在有个东西坏了 那请问我应该去哪里修 会比较划算 那至少 我不会让你们陷入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不会说小事我三年前跟你买的车 现在已经坏了 然后小事说 好来来来来 我给你拖来 然后先拆 妈的车子 引擎 抓温度是不是 妈的后车厢盖也拆了 椅子也拆 安全带都拆掉 安全气囊都拆光 中共台都卸下来 然后可以报价8万1 小事哥我那个引擎 要修8万1 对 我可不可以不修 可以啊 我东西都拆了 车要拖走可以 钱留下 8万1不给我赚 没关系 3万6就好 比如说 然后再来一个 这个东西你要跟他在那边弄什么消费纠纷 你要跟他告来告去 你为了3万块 为了1万块 10个人 可能只有一个人会去做这件事情 去告他而已 所以这种钱 大部分都大家瞧一瞧就好 所以赚的轻松协议 对不对 你至少 你以后找小事 你车跟我们买的 你需要我们这种服务 我们帮你介绍 我们帮你安排 不会帮你搞这一出吧 这第1个 第2个 就算赚钱 给小事赚也不错 小事赚钱也不会拿了就跑了 对不对 还是该把事情做好 做完整 就算我们有赚钱 我们也是赚合理的 服务费 假设 对不对 很多买二手车的人他可能会看到价钱 人家卖多少 你卖多少 对不对 人家才卖多少 你怎么卖多少 第1个东西不一样 第2个 服务不一样 服务保固多久 你保固多久 不是差不多 他问题是保固过了勒 你保固过了两年 你像昨天 有一台车回来 跟柯P在聊天 那当时 两三年前柯P卖的 我说怎么了 你车顾得很漂亮 对呀我都帮他打蜡 我说怎么了 没有我想要把我车全车烤漆 我说你车那么漂亮 为什么要烤漆 我就完美主意 我就看他一些小瓜痕 我就很不开心 那今天 他买了两年三年 他的烤漆 他出去给人家削吗 我甚至 我给他的报价 我说很简单 精油是有等级的嘛 好的精油跟不好的精油 价钱一罐一公升 可以差三倍到五倍 每个level我报给你 你想要选哪个level 你自己选 不是那个 你们去油压止压那个精油 那这难道不是服务的一环吗 他已经买了两年三年了 他需要这个服务了 那我们当然要给他相对于别人 他在外面随便找的烤漆厂 更好的工 更好的漆 更便宜的价钱 那 我有赚没赚 我觉得是其次 但是我认为 我不能漏气呀 你跟我买两三年你还回来找我 还是 想法上 此时不撈更待何时 不会啊 我们又不是在靠 赚那个钱在维生的 更不要讲 我那天看到 柯P桌上一个洗衣帖 我说你要干嘛 他说我个客人要结婚 我要去帮他开车 我要出里车 我出 除了出一台里车之外 我还要出 柯P一个人 我说柯P你知道你一天 是万来万去的 你不是一天一两千块的 的人 你还要去帮客人开里车 天哪 放假去帮客人开里车 没有啦 这是在讲说 其实 不是不敢说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这样的服务 可是 真的 有客人结婚 跟我们借车 或什么 其实不在少数 当然我不会去张扬 不然大家来跟我买车 干 来跟我买一台三万的车 跟我借一台两百万的车 只是说我们能做得到的 客户关系 我们有维系到这个程度 大家平常就有在联络像朋友一样 你要结婚 你要双B的车 怎么样 我们出一下 其实就是帮个忙 这样而已 有时候就是这样 这个当初你在买车的时候 你有比较到吗 你在觉得别人便宜 或是小事贵的时候 你有比较到这些 有的没有的东西 现在还有修车场 会在高速公路撒鸡爪滴吗 我没有听过 之前有一阵子 是在那个淡水那边 有发生过 干 那个真的很巧 为什么我知道 淡水的那个老街 某一个停车场 有一天的礼拜六 我印象很深刻 我接到了三通电话 不同时间打给我 不是同时 打来跟我讲什么 他的轮胎被 刺破了 怎么办 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就是 一个就是 先换备胎 他附近 找修理厂补 过没多久 又打来 另外一个客人说 他的轮胎被刺破了 我说 后来我就觉得 干怎么那么刚好 我说你在哪 他说他在淡水老街 的某个停车场 我说 我刚那个客人好像也在淡水 我说 就附近先找地方补 一个就是先换备胎 去别的地方补 好 讲完了 再晚一点 又一个打来 淡水老街 我一天接三通电话 三个不同客人 三台不一样的车 都是淡水老街 屌了吧 真的屌了 到最后 我说你今天是第3个在淡水 告诉我这件事情的人 我建议你 先换备胎 跑远一点去换 我觉得这太急把了 你不要在附近换 我说备胎你基本上60公里以内 还可以开 你就开远一点 看你要去士林 北投哪里你去换 你不要站在附近换 因为感觉很怒然 我跟你讲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 我先跟大家讲 那第2个是 淡水小街哪个停车场 我也忘了 但是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刚好讲到这个 我也想到这件事情 我不晓得是遇到 神经病 有些神经病会刮整条街的也有 不一定是人家秀里场去做的事情 路边拖车第1选择小试汽车 不是选择小试汽车 靠呀不要拖我这边 我是说如果车是跟我买的 发生需要拖车 没地方快点联络 我们的服务人员 我们服务人员就帮你安排 OK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好啦 那晚安啦 拜拜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咱们 Вот Right